我被拐后获救 爸妈说 这三年为了找你 家里已经没钱了 你要为家里挣钱 于是我被迫消费自己 不停地在镜头面前 一遍遍撕开商发 讲述自己被拐的那段悲惨日子来赚钱 我的刀一次次对准手腕 想着死去就好了 但是 我有一个很酷的奶奶 她千千万万便把我拉出这地狱 不记得是第几次 我对着镜头讲完我被拐的故事 退出直播间 那些曾经被折辱和淋虐的画面 仍旧一针针在我脑海里循环播放 浑身每一处都在叫嚣地疼 碰 刚刚用来直播的手机被我摔在地上 屏幕裂成蜘蛛网 每次直播完 手机总被我摔烂 阿黎 我妈无奈地看着我 我没理她 神情麻木地走进卫生间 刀子对准手腕 用力 盥洗池中的水瞬间鲜红一片 卫生间的门被人推开 我妈进来 熟练地把我的手从盥洗盆里拿出来 包扎 然后抱着我哭 说了几乎不变的话 阿黎 妈知道对不起你 妈答应你 等星星的病好了 我们就再也不直播了 好不好 星星是我哥的孩子 我被救回来的那一个月 他确诊了白血病 治病需要花很多钱 他们说 在找我的时候 已经把家里的钱花光了 没钱给星星治病 现在我回来了 我应该赚过这笔钱给星星治病 我沉默地走出卫生间 我哥已经熟练地跪在门外 他扑着扇自己的脸 不怪哥没本事 哥赚不到钱 但你遭这种罪 等星星的病好了 哥就你去看病 去找最好的心理医生 我面无表情地 从他面前经过 我爸坐在沙发上 说找你这三年 花了家里很多钱 阿黎 爸知道你很苦 但就晚你 我们也要救星星 你要怪就怪爸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找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扯了扯嘴角 想笑 嫂子抱着星星 从房间出来 两岁的他头上 捆了一个粗粗的留针 嫂子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看着我的眼里 满是埋怨 他们都盯着我 怕我跑 怕我死 气氛凝固的时候 传来门锁转动的声音 门被打开 穿着一身合体 灰色西装的奶奶 就这样出现在门口 她身板笔直 踩着黑色的低根鞋 银白色的头发 在脑后盘了个发际 整个人看起来 干练又利落 她的目光在屋内转了一圈 有三秒停留在 我歌伤的手腕上 最后落在我爸的身上 她眉头微脸 目光无据 质问的话语 质地有声 这是在干什么 我对奶奶其实没什么印象 我只知道她叫江珍 没有感情的羁绊 我没办法叫她奶奶 只能称呼江女士 江女士从来不住这个家 也没有带过我 上一次见她 已经是初中的时候 一会儿我参加 全市青少年组组导比赛 她是评委 我爸知道后 原本想走走后门 让她给我打了高分 她二话不说 直接跟主办方说 我是她的孙女 她自动放弃评委资格 后来我听说她到处旅游 日子潇洒 现在江女士突然回来 所有人都很意外 我爸编了一段逻辑 漏洞百出的话来敷衍她 其中引去了我的苦难 夸大了家里的困境 被她一举揭穿 我总以为 她在外面旅游这些年 对家里不闻不问 或许根本就不清楚 我曾经被拐卖过的事情 但是很意外的 她懂 她用缜密的逻辑 一点点的让我爸 还原了我被救回来后 发生的事情 最后她说 不为人父 不明事理 丢人信念 说完她朝我走来 不乏稳当 以前 我总觉得我跟我爸妈 都长得不像 后来无意看到一张照片 我一眼就看出 我是照着她的母子长的 我拿着照片问我妈 她是谁 我妈满事抱怨 是你奶奶 她一天都没有带过你 只顾自己开心 我这才懂得了 我的长相是隔代遗传 将女士走到我面前 二话不说 牵起我的手就往门口走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拦在我们面前 我爸开始忏悔 我知道我们错了 但是星星的病 真的需要钱 星星是男孩子 我们没钱 我们需要安理 特意强调的男孩子 要给沈家传宗接代的 重要娘子 我低头看被牵着的手 已经做好了 随时会被松开的准备 可是我的手 依旧被牢牢牵着 没钱就带晚去天桥底下乞讨 去工地里搬砖 去大街上扫地 赚钱的办法那么多 有人拦着吗 我哥只能在用下跪的方式央求 奶奶 现在阿里的我们 以后会补回来 但星星现在要是不救 就没有以后了 或许下跪真的有用 牵着我的那只手松开了 被握着的地方 温度退去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了 待会在这个位置再画一道 划得深一点 但我的手再次被握住 将女士 只从包里翻出了一支笔 和一本笔记本 丢给我吧 这三年你找沈黎 花了多少钱 她又帮你赚了多少钱 还差你了多少钱 清清楚楚地算出来 然后她又重新牵起我的手 手怎么这么凉 我拧了敏唇 没说话